风扇 陈大哥 怎么了 防战护人搭起来了 上 站住 住手 成仙师弟 如果这样 能够化解您心中的怨气 那就来吧 我会儿子 没错 语 我走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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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可开口了 陈文道 原来是你干的好事 百贵师傅 你自己看着办吧 他开口了没有 文道 文道 真正能是一个人开口的 不是仇恨 是放心 还有两天时间了 抓紧吧 全是一个人开口了 也不太可爱 他也不太帅 他也不太想一样 你不太想一样 那太小了 你不太想一样 你不太想一样 还不太想一样 但是还不太想一样 昨天晚上 对不住了 我这个人呢 就是个灾星 在家害死全家 再少林就祸害少林 我去死了 你好好活着 馒头在桌上 该吃吃 也太难为死心了 好 小琪 银香姐 忙什么呢 小琪 给真真姐去洗衣服 真是辛苦你了 忙了一天也该歇会儿了 没事的 银香姐 小蕊 还不快帮帮人家 好的 不用 拿过来 拿过来吧 要不你帮银香姐去买个胭脂 还不快去 好的 银香姐 银香姐 等一会儿 你们把她 涂在上面 她不是人见人爱吗 那我们就帮帮她 给她个洞房花主意 你说什么 不见了 有个糟让安东去采园里招 谋招作 景哥还是谋人影 阿淑 你说程大哥能去哪儿啊 同学 第几天了 易经思 第就天脸 你不见了 估计是没法子的 又在少林寺里 惹了这么多祸 此前也没脸呆也起来 走了好 省得我回头撵她 别跟着我看着药 回头熬干了 师父 师父 我去找程大哥 不准 我去找程大哥 干伤的 干伤的 干啥也要放开我 还没到我第四天 四呀 明天才能跟着回来了 不要着急 要快糊嘞 大爷哥嘛 真棒啊 我给你买着 刘公子 兰姨 真真姑娘来了 好好好 真真姑娘 小绅前日多有冒犯 还望姑娘恕作 恕作 攻击人重啊 真真姑娘 小绅才熟学浅 不知风雅 所以特意前来听曲姑娘唱曲 希望受一下熏陶 启致着回去之后啊 三日不觉肉味 今天特意前来 姑娘放心 小绅此次绝不碰姑娘一根头发 请吧 坐 请坐 ën 。 抵上 天春好去 日风 沈见我的方尘 岳公子 这是兰姨让我为你准备的 身后的呈现 心 花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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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好 明日才是大仙之日 不是今日 文道 起来 起来 文道 起来 你给我起来 别拽我 起来 去少林 别拽我 我祸害了那么多人了 我不想再害人了 二哥 我觉得我该放下了 放下 陈文道 我为了你连家都被抄了 你给我说放下 是谁信誓旦旦跟我说 要去少林 要去学武功 要去教珍珍 还要报仇 还要报仇 为什么不去 去啊 让正行开口啊 明日记得你 我还要报仇 你给我看清楚 我还不会说我 我还没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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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成天陪人喝酒 就是为了帮你 盗住少林的秘密 我可是个读书人哪 我竟然干出如此 钻影的勾当 大徒兰 你跟我说要放下 二哥 我不想再听了 不想听 承门道 你不想听给我听好了 因为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出卖了 多数人的良知换来的消息 少林寺蒙受的劫难 罪魁祸首不是别人 就是你们少林寺的大方丈 正念 你胡说 方丈大师不是这样的人 是 当年 明德大军押京 就是他 就是正念 下令五僧不须反抗 才导致十八童人全部失踪 至亲咬孤应寻 不许可 别再说了 我不信 我胡说 你不信自己去查呀 那后来呢 后来 后来少林寺就多了一个 带着枷锁的哑巴和尚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他们的心结在哪儿了 说 我 最后 告诉你 梦 我 不是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